我不會為了生意 我覺得防腐劑好像對人體不太健康 現在其實健康食品周圍都說是不下防腐劑 所以寧願做少一點我也不下防腐劑 奶黃月餅的特色就是香口 我相信月餅之中難以取代一樣月餅 好像奶黃月餅入口那種香口 如果大家吃過80年代至90年頭 其實因為當時創作了奶黃月餅也不是很多年 其實賣相沒有現在這麼精緻 當時比較上都算粗脂大魚 當然味道是差不多的 我吃回當時以前的師傅到現在去吃的東西 其實我相信每個人都減了甜品 當時應該是甜品 包括我自己 人手上都有少少參私 其實不可能是人手上個個一模一樣 但始終是炸 如果不是量太大控制到品質水準 暫時來說 應該是人手上 在比起機械上應該是暫時穩定 如果計算奶黃當然是要耐久 因為奶黃不可以即時打即時做 奶黃的過程又要蒸 蒸完之後是要再經過一晚的雪 才能夠做一個下廟的 同一個份量 你的時間掌握不好 還有入油入得不好 其實是口感差很遠 所以那個過程會差很遠 奶黃魚餅其實一定需要幾重看貝 一來奶黃魚餅會脹身 它脹身到某一個程度 如果你繼續再看下去 它會爆發 帶有離殼的問題 即是碎裂的問題 所以一定要分幾重工夫去做 以前全世界包括我都是做木模 但自從有膠模之後 人手省了人手 出來效果是一樣 衛生了 因為木模的衛生是沒有木模的 所以將來 我相信將來的人 如果用開了 都是用膠模 奶黃魚餅即是奶類食品 奶類食品我不贊成保存太久 用太長的時間 我希望七天內吃好 就算放在雪櫃 十天八天都希望你吃了 所以我做奶黃魚餅 是控制十五天內做完 不要拖長期去到一個月 或者多久 也不要希望客人帶回去國內 因為我帶回國內的時間 我不知道你控制得到多久 你買了七天來 希望你吃了它 我也不想一早做定在這裡 讓客人買 能夠越身心越好